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先发功能障碍 那么树降又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这个树是干净 降是往下 那么正常的时候 会整个这个呼吸道是很干净的 是容不得一些义无义气的心气 所以中文也有一句话叫 会为胶状 胶 这怎么理解呢 它吸入的是非常纯净的 这个氧气 中文叫氢气 它代谢的 往下代谢的 是水雇的精微 送到什么 各个栅 那么各个栅当然了 各个栅火除了退以外 其他的各个栅火都需要营养 而且这种营养中文学里面是很精微的物质 只有保持呼吸道的干净 跟代谢道路的干净 而且要通畅下行 这个肺的功能才正常 好 如果肺部 速降 或者速降的功能减弱 那么就会导致一些病跟症状的出现 这种异常的现象 中医 也有一句话 叫肺气善腻 善腻 就跟速降 相反 速降是正常的 善腻是异常的 那么善腻有什么症状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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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 还有什么呢 疲倦 精神不整 这些什么 前身性的 或者 急部性的 一些障碍 好 以上跟大家解析的 是肺 最重要的 两点功能 肺煮气 肺通条水道 它通过 鲜化 跟输降 这种形式 来完成 下面我们要跟大家 具体再讲解一下 中医学 所 受的这个肺 它是一个系统 不是现在我们医学里面认为的 这个肺的 这个炸 它是一个系统 所谓这个系统 就体现了中医学 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整体概念 也称为整体观念 它虽然是一个炸 但是它跟我们 体表 跟我们的精神因素 与季节 或者其他方方面面 是有千兮万络的联系 所以它是一个系统 中医 通过这个系统 来认识我们体内 这个肺的 一些功能 或者异常 体现在哪里 下面这几点 就可以说 第一 肺 以我们形体的关系 是对应于皮肤 所以 肺 在体 是皮毛 具体表现在 毫毛的光测度 所以我们这个皮肤 大家都知道 是人体外外的一个最大的屏障 那么这个屏障呢 健康 以后 中医认识 是肺 主管 如果说肺的功能正常 就是通过肺疏部经验 来营养 这个皮肤 毫毛呢 那么就会表现 我们皮肤致密 毫毛光测 抗病能力 也就是胃外 能力 增强 这样 就体现肺的功能正常 如果肺的功能不正常 有些人 那么就会出现 多汗 喝的少汗 易感冒 皮肤 是光润 是光测 有的人出现 孤高 湿斑 等等 一些皮肤病 所以 有关皮肤 或者汗液的条件 这些功能 温度的条件 中医认识 与肺 有直接相关 所以这黄病 致病的话 就要考虑到 内脏的功能 内脏的功能 当然 直接就考虑到肺 所以它不一定 只重视外表 不一定只重视皮肤 皮肤 对一些病变 与肺 是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对应 形体 第二点 会对应 我们人体的 五官九窍 当中的 一个窍 我们说 五官九窍 特别 九窍 都是内脏 相对应 以外界的 一个什么 窗口 是沟通 内外的一个 重要窗口 从中医学的理论来讲 肺 对应是 臂窍 也可以这样认为 肺 开窍 以臂 所以有关 鼻子的 一切病症 首先 要想到肺 比如我们 鼻子的 一些异常现象 比如 臂肌 臂 流涕 打碰 臂痒 以及 以 这个会 这个系统 有关的 其他的 一些现象 都要考虑 所以 鼻子 不是单纯的 什么 一个器官 它的病变 或者它的生理 以内脏 是与事实相关的 所以我们这里面 又可以看得出来 中医它的 整体性 刚刚跟大家讲了 两个 一个是开窍 一个是什么 以形体 皮肤的关系 还跟其他的 一些 现象有关吗 有 比如 跟业 这个业 在中医学里面 也是一种 很好的物质 它属于 精业 这个范畴 精业 这个范畴 那么 那么精业呢 液呢 是怎么来的呢 它当然是通过脾胃 硬化 代谢 然后产生的营养物质 相当于这个什么 我们现在讲的体内的 好的营养的水分 那么精比较稀 那么精比较稀 液 比较稠 那么液 一般注入的是我们人体的一些恐窍 比如说 注入在鼻腔里面的 这个 精业 它在正常的时候 是颅养 也就是营养 我们这个臂翘 才会不会使鼻子 太干燥 正常是这样 如果说 病变了 什么病变呢 不一定是鼻子的病变 肺的功能障碍了 它这个液 就少了 而且肺的功能障碍了 这个液就多了 那么少了 就干燥了 所以往往会出现一些 避养 打碰 多了 不能控制了 那是外流 就变成一种避涕 所以我们讲 大家都有 十减个感冒 很多人感冒啊 都有打碰 流涕 对不对 原来没感冒 避腔好好的 没有什么异常 怎么感冒会 流避涕呢 那么就是 肺的功能差 它滋养 我们避窍的 这种液体呢 控制不住 那就外流了 外流了 当然 当然这种 避涕的出现呢 有轻避涕啦 有肘避涕啦 甚至不流避涕 有的是干燥啦 出血啦 这个都 虽然在脊部上 都是 鼻子的毛病 但是它表现 追根 追根 是在肺的 寒的 吸湿 因为我们 身体的很多病变 主要 是内脏功能失调造成的 造成的 所以我们 要注意 肺对应的 这个有关鼻子 这个 液 经液 这个 异常 或者正常 对了解肺的功能 是有帮助的 好 肺 是一个系统 除了以上讲的 这三点以外 跟我们的精神因素 也是息息相关的 什么是精神因素 从中医学来 角度来讲 喜怒 忧失 悲 恐惊 气情 是一种精神因素 一般我们叫做 情质 那不同的情质变化 对应什么 相关的内障 会对应的情质变化 一般 是以 幽 悲 出现 那么也可以这样认为 凡是 幽 悲 构 甚 的 或者 一 幽 一 悲 则 这个当然比较长期的 提示我们什么概念 肺的功能 不太多 这个就是提示 肺功能不太多 除了表现在幽悲 这个形质变化以外 就有可能表现在什么 肺煮气 肺通调水道 肺 在体和毛皮肤 这些功能的异常 当然个人的表现不一样 但是从形质上的 这种悲优 在中医学里面来讲 认为肺功能不足 反过来 精神因素如何构计 也就是说 你这个人 经常处于 悲优的状态 容易影响到肺的功能 所以我们说 中医 在治疗 在预防 当然预防主要是养生 有一些精神因素 就要考虑到 肺脏功能 怎么来养 当然 像这种 形式变化的 影响肺的功能 它有 专门的 一些对策 肺 是一个系统 除了上面跟大家讲解外 和我们的大气 而是自然的现象 相对应 我们说 我们人 是天地和气 命之也仁 也就是人 生活在天地之间 一定要符合于 自然界的变化规律 这是古人的认识 那么 那么会对应的季节是 哪一个季节呢 会对应的季节 是秋季 那么这种干燥的气候 会呢 在秋天 与它息息相关 所以在秋天呢 我们人啊 这皮肤大家都知道 相对什么 干燥 口唇 鼻腔 相对干燥 这是在秋天呢 是一种相对正常的 一种现象 因为它符合于秋天这个大气 那么其他季节就不行了 比如说春天 或者冬天 你皮肤太干燥 口唇太干燥 或者干咳 那就是 为时 违反这个季节 那就是有一点病态 如果是在 正常的秋季 皮肤 或者口腔 或者是鼻腔 有干燥这个情话呢 一般 还算正常 下面 我们跟大家介绍 分布在 这一条经面上 也就是说 首太阴肺经 这条经面上 有哪些学位 我在讲到 经面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提示 首书的经面 一定要注意 它的形形昏布 起码你要注意 了解 这条经面 是属于内障 哪一个障 联络的是 哪一个府 首太阴肺经 所以会 联络大厂 题表呢 它是经过 我们的胸部 上肢的内侧 好 那么 这一条路线上 也就是经面神行的路线上 分布着 十一个 学位 当然我们讲的是 一条经 左右 过一经 当然是两条了 但是我们 我们讲一条经 首太阴肺经的十一个学位 分别是 把名字 给大家念一遍 但是 不一定 现在就记得住 这十一个学位 这十一个学位的联群是 中虎 银门 天虎 小白 此则 孔罪 劣切 经济 太淹 遗迹 少商 那么这些学位干嘛呢 同学们可能就要问 这些学位 我们讲的平淡一点 还是比较容易理解一点 就是会 对应在我们体表上的一些什么 反应点 讲的更白一点 就是窗口 也就是会 左右 在他行行的部位上 有十一个窗口 当然这个窗口呢 有什么呢 有大的 有小的 各个窗口的功能 有不同 有他共同点 也有他 不同点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各位观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